欢迎来到宇说体育 今天快船队在抢气大战当中不敌绝筋 倒在了西部第二轮 这场比赛快船队数呢 可以这么讲 不光是今年NBA赛场之上最大的一个冷门 与此同时呢 快船这支球队啊 也几乎就是今年NBA最大的一个笑话 这话是不夸张也不算过分的 因为我们清楚啊 快船队自从组战以来呢 基本上啊 今年就是冲着冠军去的 核心框架这块 卡维拉纳德呀 再加上保罗乔治 攻守聚集啊 双凤线的组合符合当今联盟的发展趋势 尤其是卡维拉纳德 上赛季率领猛龙啊 已经染指过总冠军 他在旧赛当中 也是经过检验高指高效 能够扛起球队的攻减重任 班底搭建这块呢 莫里斯呀 攻守俱佳 贝弗利呀 攻守俱佳 板斗席上量感火力呢 更是极其凶悍 哈雷尔呀 路易斯维莲姆斯呀 俩人整体的集中产量 接近40呀 怎么说呢 无论是核心球员还是矿架班底 都是让联盟其他很多 甚至是正贯级别强队 难以相匹配的 包括同城对手 洛杉矶湖人在内 眼看着快船队呀 接连的进行补强 这块也只能延残的 双方之间差距 起码当时看起来 是在不断加大的 就是这么一支联盟当中啊 主要的正贯热门 最大的正贯种子 结果倒在了西部的二轮 这个怎么讲呢 也只能说是快船队自己捉的吧 尤其是李福智主帅呢 之前啊 唯一第一次率队登顶的竞力 那就是08年摔冷坎这人呢 最终击败胡人夺得了总冠军 但是在那一年的整个 晋级路径当中呢 走的也并没有那么顺利 可以说也算是提心吊胆 前两轮纷纷打了抢旗 你有这样一种履历和经验 尤其考虑到李福智呢 之前也是履着履败 在西部的季游赛争夺当中呢 旗下有克里斯保罗呀 格里芬小乔大安的情况之下 也是没能够触碰到 西部决赛的地板 你有以往这种履历 那么你更是应该什么 在3比1领先的情况之下 率领这支球队啊 充分的重视起来比赛 在赛场之上呢 真正打出符合绝颈队 投入到赛场之上 攻守两端的那样一种比赛强度 但是很遗憾啊 在3比1领先情况之下 我们没有看到 快球队打出符合绝颈队的 那样一种认真的比赛态度 这是让人死亡的 最终呢 就是一步步的 把自己逼到悬崖 打到抢旗大战的话 这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了 因为一场比赛 他就是这样 有没有可能啊 梁纳德和保罗乔治啊 他俩攻守巨驾 对球员呢 进攻队也都以投射见长 对球员 纷纷在同一场比赛里 双双牙火呢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尤其仅仅把这个范围 局限到一场比赛的话 那这个可能性的概率 更是被容易进一步放大 结果今天这场比赛呢 那就是两大核心 纷纷打铁 防守端限制不住对手 进攻队这块尤其致命 俩人加一块 所谓的双剑合并呢 结果呢 破铜烂铁一样的效果 俩人整体的输出 产量结果被 加曼尔木雷 一人的产量所掩盖 那你这个比赛 有顾和赢呢 可以说快军队 就是亲手将自己 对于比赛的把握 对于胜利的掌控啊 交给了命运 结果命运呢 没有站在他的一边 最终呢 导致这样一种惨败 第二轮出局 最大的正贯种子 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场 这是让人很难接受的 这场比赛快军队数呢 差不多啊 影响呢 也是比较剧烈 其一呢 那就是快军队本身啊 李福士这个帅位 我认为啊 绝对是应该保不住了 他如果继续在这个岗位上执教 那怎么讲呢 你球员心里都没底 他以往捋着捋半 在西部这块 尤其今年手下的牌这么硬 结果呢 俩王四个二带上去了 倒在了西部第二轮 这是让人难以接受 所以他这个帅位 我认为啊 肯定是会丢掉的 而且不光是他的帅位会丢掉 考虑到对面呢 这个尼古拉约基企业 打出的亮眼表现 这个进一步的影响就挺大 他呢 一方面是引领了 当即联盟当中啊 这些缓慢笨重型中讽的 有一定的攻击能力 和支配球能力的这些内线呢 打开了心地一片田地 因为毕竟靠着 这样一种内线的对外有事呢 他用40代赛场表现证明了 我可以扛着球队前进 甚至几败最大的正贯总阵球队 那么约基奇呢 就是引领了这一批中逢 打出了他们的审价 甚至包括远在东部的乔恩彼得呀 别看说首轮出局 但是因为约基奇 今年的优质发挥呢 干净了西部决赛 恩彼得都连带着张广了 这就是目前呢 这样有影响 约基奇不光是引领了 绝静这支球队 更是引领了当今联盟 很多的缓慢笨重型内线 那么这导致的一个连锁反应 就是快船队啊 有没有可能踩散这一堂双红线架构呢 不是没有可能性 莱恩纳德呢 你不见得动它 但是考虑到保罗乔治 今年球队以来 一直以来 它起伏比较大 莱恩纳德呢 就是少数那么一到两场 发挥不是很稳定 但是保罗乔治 这种场次比较多 那么有没有可能啊 在今年这次惨败的基础之上 尤其考虑到呢 联盟当中很多内线 在场上依旧有存在感 依旧有能够决定胜负的 这样一种赛场影响力 双红线架构都有可能被踩散 这就是带来的影响 怎么讲呢 对于绝锦队啊 我们得给予充分尊重 他们毕竟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在一比三落后的情况之下 连续两轮实现逆风前行 怎么说呢 方言整个历史这也是头一次 所以呢 接下来啊 胡人面对绝锦呢 我认为也不能掉以轻心 你必须得给约基奇足够的尊重 必须得给贾门木雷这么一位啊 在赛前普遍认为在快船封线的 严防死守情况之下 注定会压火的一个点 结果呢 打出了强势表现 尤其抢击大战这一场 完全压盖了对方两位超级明星的风 所以呢 这就是绝锦队 木雷加约基奇 这是不可小视的 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期待啊 精彩的细节 两支球队之间上演怎么样的激烈对抗 本期呢 就跟你各位聊这儿 点击屏幕右下角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